刚出的面包看似美味可口 但其实暗藏危机 康剑杂志日前抽检各大面包店 发现圣马力甜甜圈含铝过量 问题就出在制作时使用的蓬松剂 湿多除了可能湿质 还会导致骨质疏松 主要就是说如果我们饮食中 摄取了就是过多的一个鱼的话 那它会影响我们的脑组织 还有我们的智力的损害 铃根钙呢 铃根钙是有对我们的骨壳的一个发育上 是有关的 所以当我们铝如果摄取过多的时候 会造成铃的吸收有异常 那也会造成我们的骨钙会流失 圣马力面包店的甜甜圈 被验出每个含铝量高达8.64毫克 根据联合国标准 每人每周的上限是 一公斤的体重仅能摄取一毫克的铝 以一个30公斤的小孩来说 一周仅能摄取30毫克 因此只要吃下4个就会超标 除此之外 圣马力的吐司也被验出每片含铝358毫克 但吃两片就接近一餐摄取800毫克的标准 你说对吐司是没错 但是我们现在公司一定要有在做改善 像我们之前新闻报说 我们那个甜甜圈 我们这边也没有 但是公司现在已经有做改善 虽然店家表示已经对配方进行改善 但消费者对含铝的食品还是不放心 觉得还蛮可怕的 可能会比较少来吃吧 目前政府并没有规范食品铝含量 但营养师也提醒民众 对于铝那成分超量的食品还是少碰微妙 面包的选择尽量以单纯为主 才能吃得健康 记者庄杰志范玉婷 周丽婷台北采访报道 两个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